好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这几天都是高温炎热 尤其气象局今年是首度对花莲发布高温灯号红灯 可能会飙破38度 果然从11号开始到13号 花莲的灼溪测得38.2度 从事户外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 随时补充水分 真的好热 民众热到那水管撒自家屋顶要消除热气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个地高温炎热 最高温落在花莲的灼溪翔 测得38.2度 气象局也针对花莲发布红色灯号 民众中午走出户外到乡公所洽工都热到不行 还说农作物都干掉了 因为太炎热 民众也都会跑到临近的海边来玩水消暑 公所也呼吁 除了戴好口罩做好防疫之外 也要谨慎的避免热伤害 注意补充水分以及做好防晒的措施 大家一起来落实防中暑的原则 炎炎夏日在烈阳下才能安心又安全 记者高双双左西乡采访报道